後悔中學沒有讀好英文就跪腳 其實OU是我最後的選擇 通常剛進入U的時候 口說得很大聲 我想轉U的都不會成功 其實在裡面讀LingU的學生 你問他10個應該有10個都可以告訴你 我不知道是什麼 過兩天就DSC放榜 大家Jupper排整點 有沒有報定恆大樹人刀帶 有不少堂仔都覺得沒什麼事 就不要錄入LingU 甚至寧願讀阿蘇都千萬不要讀純粹幾間大學 就算不少生入了 都要扣到去轉U 究竟讀樹人恆大LingU多大 是否真的會悔中生呢 如果失手得十幾分 應該怎樣選擇呢 我們今天請了五位大學生 想和我們戴著頭盔爆料 請各位介紹一下自己 入樹人悔中生恆館OU更清心 我是讀樹人新聞與傳部學系 Festgrad的樹大Foodie 鯨魚不是魚嗎 OU不是U Hello 大家好 我是Yoyo 我現在讀大學 也會大學A3的Marketing 恆館生好像比恆大生更威 大家好 我是橙橙 我是恆生大學 新聞與傳部學系 剛剛Festgrad的 人們經常都問我 你哪裡大的 我會說 我都大的 Hello 大家好 我是都大的Timothy 現在讀電影系的A4 就來畢業了 Hello 大家好 我是來自Ling U的Henry 我讀Marketing已經不出業一年多了 Ling U 假假地都是八大 對不對 在不同的討論區 只要出現大學排名的post Ling U 樹人恆大都大 就一定會出現 爭取最差的大學排名 問問你們 你們覺得 你們自己的間 U 同身份 有甚麼聽過最難聽的說話呢 我自己來說 其實我是沒有怎樣聽過 因為其實很老實說 出來時 很少人會直接跟他們說 樹人很差 為甚麼你入樹人 或讀樹人 為甚麼會為我們一起坐 其實沒有人會這樣說 所以 老實說 我真的聽就沒聽過 但是 在討論區 很多人匿名去說的時候 就有說過 我自己老實來說 是沒有聽過的 如果是 OU來說 我會說 我聽得最難聽的是 有人說 如果你讀OU的話 你不如讀阿蘇畢業就算了 因為其實 OU每年的修身 都很低 I mean 那個分數 接著他阿蘇升上去 可能你的GPA 不過三 可能只有2.5 他都會修身 所以大家都會覺得 其實你讀OU 都不是大學 都是很廢的感覺 那你自己同不同意這件事 我也有點同意 但我覺得 始終都會大學 都是大學 我覺得 如果在畢業始終 感覺 都會比阿蘇畢業一點 至於我 其實聽得最多 不外乎都是 含大仔 其實這個名字 真的很難聽 就算我去見工 別人不會這樣當面說我 我自己聽得多 其實都會不開心 會有一點點自卑 會介意 我試過最深刻的感受 就是 之前試過回銀行的 INTERN 就是恒生銀行 上班第一天 就被管理人問我 你讀恒大 是否有甚麼關係 才可以進入做INTERN 那一刻就會有點不開心 這也是方家的迷思 我以為曾經都有關係 其實是沒有甚麼關係 好 如果我的話 談得最多 都是情大仔 但是 如果僱主來說 可能他們都會覺得 可能是否 AMU 全部都是那些 自知火情 就是給錢就買到 其實不是 我都是一些政府資助的課程 還有 剛才說 可能讀完OU 再升上去第二DU 其實我自己本身都是 讀Poly High Deep 升上來的 然後因為是貪他 都是有大學這個名字 才讀大學 所以我都不會氣餒 聽到這些話 你都走了很多年 冤枉路才讀大學 辛苦你了 我自己聽到 關於Ling U的話 其實跟他們都相似 大概就是說 如果有Ling U的提供 不如去讀阿蘇 也不要讀Ling U 因為覺得 他都不像大學 雖然是八大 但可能覺得他比其他U 可能比較差 還有有人會說 雖然是騎牛上學 這些都是聽過 比較難聽的說話 騎牛也不錯 我覺得好像很帥 好像騎馬一樣 聽完大家對於 男人聽說話的分享 問問大家 覺得自己的學校 是四家中最好的舉手 是四家中最差的舉手 我們再問問 大家覺得大學 這個名字是否重要 剛才聽Timothy說 他都很努力 因為覺得 這間大學 也有大學名字 我也是一個大學生 假假的 大家覺得大學這個名字 重不重要 其實我自己來說 因為我是讀Media 其實Media這個行業 接觸下去 其實大學學位 真的沒有那麼需要 因為大家都是靠實講 你有實力 就可以找到一份好功 只不過是你走的路 可能再冤枉一點 你需要給別人 花多一點的努力 去拿到一份好功 但是別人可能 說到CEO出來 可能一出來 已經有電視台收拒 只不過是你要浪費多幾年時間 但是大學學位 是否必須呢 我覺得不是 因為你看到現在 其實很多Youtuber 說到小薯企的那班 可能都是 Bill的電影學院畢業 其實他們是否真的 因為有大學位 所以這些人那麼厲害 或者沒有大學位 是否真的差那麼多 我就不覺得 所以我覺得不是必須的 我就覺得大學位是必須的 雖然大家都會說 可能你有時 interview 或者你的能力 可能會令你 拿到這份工作 但其實很多時候 公司都是會因為 你的大學這個名字 才會給你一個機會 去interview 雖然這樣說 都會大學 始終可能未必是 現在社會上 或者大家公司的 認受性的大學 但我覺得始終 大學學位是重要的 大學學位其實是一個入場券 其實香港有11間大學 但你入了那間大學 是不是就等於 你是一個 跟那些很頭部的人 一樣的等級的人 不是 是你自己要再去 努力 努力提升自己 其實出來找工作 我覺得最重要 是先做好自己 就算是讀明夏大學 都不要恃自己是三大學生 這樣就忽略了這些 我覺得其實 可能大學的校名 和能力都重要 但是可能一些僱主 沒有大學這個名字 可能就已經 不用走你 因為現在周街都是大學生 還有為什麼都會大學要改名字 因為可能公開兩個字 沒有聽 就是被人覺得 只要自知才會改名字 所以其實我覺得現在 很多人都好像用名字 就是看能力 好像剛才 阿橙橙都說到 是一張入場券 即是 你去到外面 如果你去interview的話 你真的沒有這張入場券 有些公司是直接不請的 而大學的名字 其實都很重要 有些公司甚至是 如果你是非三大 但他在錄製的時候 就已經錄製走了 未必會去考慮給你 就是因為你的名字不夠好聽 所以無論是名字 還是學位 其實我也覺得很重要 但當然 你個人能力都同樣重要 好像剛才 孔龍說到 他覺得自己出來做的事 跟他讀的事 可能不是太陽關係 或者他能力足夠的話 他可以做到他想做的事 所以我覺得 個人能力都同樣重要 但名字是 一樣很基本 即是不可以缺少的 我們說起大學的名氣 大家覺得大學的名氣 是否等於大學的質素 例如CG 教學的質素 大家覺得自己讀的 這間大學的教學質素是如何 我自己覺得 CG和大學的名氣 某程度上真的有掛軒 因為可能傳統三大 港大 中大 科大 三間CG當然會比較好 資源都會比較多 然後可以吸引更多 占子進去 這是一個循環 而其他學校 是否真的代表差這麼多 其實我覺得 可能都會慢慢變好 每一年的收生質素都不同 但是否真的 那間U出來的 所有人都是同一個品格 但我又不覺得 因為可能 KONYU出名 占子載 可能也出名 近藍桂坊 你不能標籤所有人 都是在KONYU 你就放學 入藍桂坊 沒有 我去啊 如果到KONYU的話 Suga老師 看不出我 人一輩子一輩子 那未必是他每天放學都會去的 可能偶爾 這些我不知道 但是 你說是否每一個 KONYU出來 就一定是占子 或者KONYU出來 就一定很喜歡 那我都不覺得 那都是 其實很個人的 但反而 我就不太同意 是否一定 大學的質素 可能比較出名的 真的會好一點 因為我同意 可能KONYU USC 或者CEU 他們的資源會比較多 但我不同意 他們的教授 或者他們的材料 會比 可能City 或者我們這幾間學校好 因為其實我覺得 每一間學校 都總會有他 聰明的教授 還有可能有些教授 可能會在一些 比較沒有那麼好的學校 去打算提拔人才 然後我覺得 畢業生的質素 其實很 Depend on個人 願不願意 擺心機 時間 在這方面 所以我覺得 就算是 可能是我們這幾間學校 可能都會出到一些 比三大 或者其他大學 更加好的人 是的 其實我也挺認同的 其實可能 就算你的大學 本身有很多資源 其實你也要 懂得好好善用 其實很多人讀大學的時候 其實都 不懂得好好善用 學校的資源 例如 那些 Library 或者一些網上的資源 或者一些網上的資源 會下了課 就簽了水 不回電郵 其實我覺得 在那裏讀書 CG 那些都挺好 挺開心的 我覺得其實 MU的資源 一定沒有三大 五大那麼好的 因為 人家始終都是一些 香港名牌大學 但是 我覺得MU 又不可以說 是特別差 但是質素 真的少參差 就是 我的經驗 就是 有一個 好像要說一些很慘痛的經歷 是的 有一個 就是 即是教授 然後 他沒有看過課程 就給我零分 然後 可以報告他嗎 有啊 還有群組 全部都罵他 因為他 救得不好 還有給錯分 就要離開 即是 即是 R1兩個月 是上訴 然後才拿快點分 即是 C變B價 然後我就覺得 每間U都有 一些不好的人 然後 還有 可能 本身 三大那些 就沒有那麼多 這些人 但是可能MU 還有 但是 有這些人 都會被人吃 還有 剛才說 我覺得其實 U的 都反映到學生能力 就像剛才 恐龍說 即是 Coin U 那些人不經常去路纜浩 他們的成績都好 其實我都欣賞 他們的能力 是 扶得多 還要好 成績 會嚇他們 學校的排名 和學生的質素 是不是對等呢 我覺得這個是絕對 是有關聯的 即是他們是有參考價值的 因為我覺得 所謂的排名 不是 亂做出來 偏做出來 即是他們 那些排名 是真的有 他們為何可以排得那麼高 為何比其他優好 所以 某程度上 我們同意這個說法 但好像剛才 Yoyo說到 譬如 很在乎那個學生 他自己肯定去學 譬如你同一科 都是那些 都是要這樣教 其實你肯定去學 還有你肯定去自己溫習 自己讀得更加好 即是你自己吸收多少 是你要靠自己 而不是那個人教 但可能 名牌大學 他們的CG 會比其他 可能真的會好一點 我看大家都說了 其實挺正面的 有很多道理 我聽了就覺得 大家都思想這麼正面 我想聽一些 再黑暗一點的說明 有一個數據 可以反映到 這間大學受不受歡迎 就是 多不多人唱Yu 或者多不多人 quitYu 你們心裡有沒有多 多不多台仔去唱Yu 或者 quitYu 到了一兩年 不見了 去了第二間Yu 第二間名氣好一點的Yu 有否有些經歷呢 我有 我自己本身都是Polyi 本部那邊畢業再升上來 我就滿足大學這個名 但我認識到有一個 他進來Ou 轉回去CC 所以打算讀三大 看來他都不是很喜歡MU這個名 才會做你的事 所以他轉回去CC 即是要重新讀兩年 是呀 那他不是讀七年 讀不到大學 是 還要讀女性 等他辛苦 可能大學不如就已經30歲了 可能他也是讀一年 就開始中年危機了 是呀 好 還有沒有其他台仔 身後很多人不見了 其實我們都會有這種情況 因為我們恆大 其實很多時候 很多人一年一升到來 口頭就在說 我要轉Yu 但其實很大部份人說 我要轉Yu 最後進來 他們是否真的這麼努力讀書 去拿高GPA轉Yu 其實都不算很多人成功 但很久之前就流傳一個說法 就是上課的時候 就有不同的座牌 想轉Yu 想爆死的人就坐前面 然後氣的人就坐後面 可能升到Year 3的時候 前面那群人就走光了 然後他們是成功轉Yu的 其實轉Yu的成功例子 可能多數都是 雙科的同學仔比較多 可能因為雙科的位會多些 還有雙科其實你努力讀的話 可能GPA是會比較容易拉高的 我自己都有聽過很多成功轉Yu的例子 我們學校多數轉Yu 都會轉去City或Bui 因為他們就會收得比較多 轉Yu的學生 Poli那些就要Ear 2再讀過 就會浪費時間 我身邊都有一個成功轉Yu的例子 其實轉Yu不是想像中那麼容易 因為GPA又要夠 然後你又要預早去申請 還有你又要有很大的決心 將你在這裡認識了的一群人 你要準備去可能要跟他們道別 即是那種 我之前就是有個 我Year 2的時候 有個Year 1進來的女仔 之後她進來 在我的Hall 她就已經很大的決心想轉Yu了 之後沒想到 最後被她成功了 即是她第一個成人之後 她就拿了Conditional Offer 之後就真的成功 Ling Yu轉了Bui 我看到她是 其實自己付出了很多 然後為了這個轉Yu 真的很用心 可能她只不過是想擺脫Ling Yu的名字 但在我看來 我覺得如果她Ling Yu轉Bui 其實我覺得必要性不是很大 因為其實不會差得那麼遠 但每個人有自己的一些想法 想補充一點 通常剛入Viu的時候 口說很大聲 我想轉Yu的那些都不會成功 通常成功的 就是有些很低調 默默努力的人 默默耕耘的那些人 我也認同 我也想轉Yu電影 因為其實Yu界都可以 兩個電影是不成功的 一開始就說 我要去Viu 我一定會去Viu 但最後去不到那些 所以我就不打 大家要做行動上的巨人 我問一問大家一些個人的資訊 大家分別說一下 你是DSC多少分入這間大學的 我那時就應該幾乎是最低分那批 我是15分入樹人 那時我也不是直入 我是入了Wating List才入 因為後來樹人有個說法 就應該是 開始想升級一間好一點的大學 這樣就開始生存 就requirement是 暗瓦底要16分才收的 起碼 之後如果你是 低了腳 好像有些case都收的 但可能你要夠20分 但低了腳 那些我就覺得 應該不會是樹人出現的 Best 5我記得我就不說了 但我那時是因為閉上英文 其實我也不是直入都會大學 我是入了HKCC的Soul 再入大學 但其實我在HKCC 可能最初的GPA也算OK 可能過三 但最後一個整個就失課了 所以最後為甚麼呢 只得了MU選 就是因為這個原因 我當時DSE是取得17分的 當時的想法就是很簡單 讀完DSE已經很辛苦 我不想再讀阿蘇 很辛苦地讀兩年才升上大學 既然有大學收我的話 我就讀了 其實當時我先去了樹人生存系 但當時他也放了我去Waiting List 所以我就去了恆大報生存系 很快就給了審訊給我 後來我就交了恆大學費 然後樹人先出審訊給我 算了就去了恆大 不然你可以跟他做同學的事 請不要 你現在選擇更加好 OK 好 一切都是最好的安排你呢 我跟YOYO一樣 我都不是直入MU 我當時Best 5是20日 然後閉腳進入了JUPAX的Poly High Deep 但那些人是很搶很勁 因為閉腳才進入High Deep 可能你22日3分沒有閉腳 已經進入Poly酒店 我一定要讀High Deep 那些人就很勁 所以我就被拉低GPA 跟YOYO一樣只得了一個選擇 就是都會大學 然後也不是直入都很大的手選 都是閉腳 我Best 5是21分 然後我進入LingU 我直接有審訊給我 然後就是我擺B3 我本身也沒有想過會進入 因為可能我自己覺得 可能最差極都會去到A3或B1 沒有想過再去到B3 然後進入去 然後我記得我跟同學 有跟我一模一樣的提供 但最後選擇了不要這個提供 他去了讀阿蘇 因為他覺得LingU BBA 他覺得很不好聽 所以他接受不了 所以他直接是不要提供 然後就寧願去讀阿蘇 但我就選擇了進入去 我們跟不同YOYO的同學 個別聊聊聊天 首先LingU 都說了是八大雅 你讀了四年 你覺得有沒有說到那麼差 LingU 我覺得 沒有外面的人說到那麼差 因為我覺得他其實 他自己是地理位置 他自己是比較 他遠離了凡囂 他自己一個是在屯門那邊 然後其實就有山山 有草 山山水水 龜仁田園 你會覺得是很舒服的感覺 然後第二就是 其實他資源比較多 因為其他YOYO 可能你要爭住屋 其實是很難的 有些是要計分 然後計你住哪裡 對屋門的資源去計算 其實LingU 他基本上住屋門 是可以達到100% 因為他的縮位 是比學生人數更加多的 所以其實你想住的話 就可以一定住到的 你要玩音樂 玩運動那些 如果你在其他YOYO 未必可以 可以入到校隊 或者打大專 但其實在LingU 基本上你肯去選拔 你肯去參與的時候 都很大機會你會入到 任何的隊 你都可能可以入到 代表學校比賽 有那些學界 Herry 你自己讀貿易 聽說令南公館學院 是有AACSB認證 而且在全球雙學院 只有5%通過這個認證 那你應該不擔心找工作吧 其實你所說的 這個資訊 我是不知道的 但是你說找工作的話 其實學校是會提供一些 即他甚至想幫你找 即他會在電郵發說 有些甚麼機會 或者他本身 你貿易貿易的 那個學校都會幫你去沉默一些 無論是讀書的時候有些職員的機會 只要你需要協助去找尋 就會有 但是很多人都不會用 學校的那些途徑去幫忙 那我的學校 即Marketing Faculty 他還有一個 Student Enhancement Program 就選了一些 可能在這個學校裡面 一些你當是拔尖 尖指 那就重點培訓 然後就幫學校Marketing Faculty 去搞一些活動 或者去有一些更多的培訓 那我就有幸 選了去做Student Representative 所以你就是個尖指 不是 不要這麼說 總之 但他會提供更多機會 所以你說 是否會容易找工作 可能是真的幫到你 不過因為我自己未必是 想跟Marketing有關的一些工作 所以我就沒有利用到這個 也不知道是否會確實地預料 哦 你自己讀Marketing 但又不是找Marketing的工作 你本身自己在做什麼 可不可以八卦一下 我現在在做Modeling 和 Model 演員 幕前那些 好想看看Henry的樣子 一會兒 希望你可以脫頭盔 好 我們看看 還有領藍 有些特別的名字 例如 她說自己是亞洲十大博雅學府 推廣博雅教育 請問什麼是博雅教育呢 我覺得這件事就是我們U自己拿來 即是 銷售自己 對 拿來 好 說就有 自家銷售自己 你們都知道我想說什麼 就是她拿來自己銷售自己的一個賣點 其實在裏面讀LingU的學生 你問她十個應該有十個都可以告訴你 我不知道是什麼 博雅教育 但是我今天就做了一個研究 所以你稍等一會兒 我知道現在 我知道是什麼 因為我 特地找過 因為LingU 她說自己有博雅教育 其實博雅教育就是 只在建立學生的公民意識 並培育他們的知識技能和洞察力 令到他們畢業之後 在信息萬變的環境當中 可以追求自己的目標 其實說完之後 你覺得博雅教育是什麼 其實我就是不知道 她剛才說的不是每個學校都在做 對 一間大學應該要做的事 她將這個任務定義為博雅教育 對 然後她說她是唯一 整個亞洲 因為其他香港大學沒有博雅教育 所以她說她是博雅教育 終於找到特惠爾出的項目 她是博雅教育的項目 明白了 其實她如果銷售自己的香港住科率最高 我覺得反而更好銷售 讓你重新選一次 有三個船堂 你會選擇讀阿蘇 唱Yu還是繼續讀LingYu呢 我的話呢 三選一 我就是會選擇繼續讀LingYu 好 因為我分享一下自己個人讀Yu的經驗 其實我讀LingYu的時候 我剛才不是說她資源很多 剛才我沒有說到的一件事想補充 其實去交易我覺得是入大學 必須要做而且最寶貴的一個回憶 為什麼我說LingYu跟交易有什麼關係呢 其實LingYu你要去交易 基本上你只要GP不低 CGP不低於2.5 即你不是讀得太差的話 你一定去到 你想去歐洲 你想去一些大城市 是沒有問題 但是我其他朋友在其他Yu那裡 他要爭去一些比較好的國家 或者城市 是真的爭崩頭都去不了 他只能夠去一些差一些 然後坐飛機過去當旅遊 但我當時去了荷蘭 之後荷蘭在歐洲裡面 是比較交通很方便發達 我可以搭巴士火車 可以游勻整個歐洲大陸 所以我是去了十幾個國家 和三十幾個城市 就是我交易過程度 但我覺得如果不是讀LingYu 就是我沒有那麼容易得到這些機會 第二件事就是 因為我從小到大都喜歡踢球 這是我的興趣 但因為我之前為了考DSE 我在中學的時候 我放下了這件事 就是我沒有踢球會 沒有再踢校隊 我打算讀書 之後我大學的時候 我就想重新 我就去選足球隊 誰知道我選拔完了之後 就順利入了 然後我Freshman那一年 Ear One入了之後 就一直由第一場大專開始 就一直打正選 然後打到Ear Four 就是我畢業 因為我覺得LingYu 難聽說就是會弱一點 可能運動這些 但是我因為從小 可能就有受過一些專業的培訓 也曾經代表過香港 就是青年軍那些 出去給過菜 我入到LingYu 我就會變成雞頭 就變成雞頭 突出了 對 我就會變成我突出一點 其實我覺得 看你想要什麼 有些人如果入一些很厲害的 要高處不勝寒 可能你什麼都要爭得很厲害 跟你如果在一個相對沒有那麼好 但是你可以做到一個可能主角也好 或者是受別人的重視也好 這些感覺都是很難的 所以我沒有後悔 我入了之後 我大學的時候 我更多不同的發展 之後我意會到自己想出來做的事 未必跟我讀的有關 其實很多人出來做的事 都未必是跟自己讀的有關 更加令到我不覺得我一定要需要 某一間U的某一科學的名字 我只不過是一個大學畢業生 如果要再選的話 我仍然都會選獨LingYu 就是要這個 你的選擇沒有令到你後悔 所以Henry在學校裡面是一顆金蛋 如果他有其他U的話 他就會是一顆金蛋裡面的其中一顆金蛋 所以他不會突出 但如果是一顆羅雞蛋裡面的一顆金蛋 他就會很突出 所以這個就會令到他不後悔選LingYu 好 我們看看下一位大學的台仔 來自樹仁的恐龍 入樹仁悔中心 你自己是否後悔 說真的 是否真的後悔 我又不敢說 因為始終我都是 整個大學生涯是經過了COVID 社運一堆一堆 你可能都不能去交換 我基本上都是在家裡很想的大學 所以我也不敢說是否真的後悔 因為用我的經驗來說 我一定不能作盡 說回自己的DSE經歷 其實那時候我都算是有得選擇 我可以選擇愚人生 和阿蘇 最後我選了這間 那是我剛才說的四家裡面最差的那間 為什麼呢 就是因為其實我真的想讀媒體 阿蘇裡面收到的項目 都不是有關媒體的 然後在恆生那邊收到的項目 就是因為恆生同學人都是我在EAPP報的 那時候我收到恆生的項目 就是另一課 你放第一個選擇 然後第二個選擇 第三個選擇 然後如果你第一個選擇收了你 之後那些就不能再派 給你了 在恆生那裡就是第一個選擇收了我的 那一課就不是Media 然後那時候恆生還是恆館 就不是恆大 再計算他的學費 我覺得其實跟阿蘇好像都差不多 變得出來我未必有這麼大的信心 可以升上大學 所以我就沒有選到恆生 然後還有的是瓊大 為什麼我沒有選呢 瓊大其實我覺得是JUPS進去的 我15分就算有瓊大收 我沒有選擇 我感覺到你當時的心情 有這麼多選擇 但好像都不是最好的選擇 不是你最想要的東西 都是的 因為那時候瓊大給我的offer 是Media 但是它是比較偏Programming的東西 而且它是一個子資學位 SSSDP 沒有了政府資助 學費算下來也挺耐用的 最後還合了這麼多原因 再加上樹人是最貼近我自己本身想讀的東西 所以我就選了樹人 還有聽了很多不同的讀雞湯 例如 樹人在業界都會出名 樹人生存都不差 樹人生存沒有人跟你計較這些名字 就聽完這樣的讀雞湯 就衝進去了 然後最悲自己就是坐在這裡 跟大家分享入樹人背中身 你這個慘痛的經歷 你讀了四年 今年都畢業了 你有沒有可能反思一下 這四年的學校生活 有些可以賺得出口的東西 就不要嚇到 接下來想選樹人的陀子 有些可以賺得出口的東西 賺得出口 有是有的 但是我覺得 在大家聽毒雞湯之前 要先聽所有鬧的東西 首先就是 大家可能還需要面臨的問題 就是對於COVID的處理 其實我覺得我們學校對於COVID的處理來說 是很差的 為甚麼我會用到很差這個字去說呢 是因為 他 我自己 給我的感覺是 他會覺得 待遇是重要過人命 即是學校不出一些確診的案例 或者 真的未去到 之前第五波 全港大爆發 每天萬多小時 他都不肯跟你說 轉網上 他都是堅持說要面臨 只不過是學校完全不讓人吃東西 但是其實很難的 你說學校在山上演 你除了學校餐廳 還只有一間餐廳 還有附近的餐廳之外 你完全不可以叫Food Panda 其實你除了帶飯 沒有甚麼好選擇 就變了 其實你在學校 連天氣堂吃過飯 都有問題的時候 你說甚麼叫人上課 然後 他這樣已經是一個問題 然後他本身第一年的時候 他可以給你選 不是給你選 所有老師都是錄影 之後你再看影片上課 其實好像Snap Us 那麼方便 可以隨時隨地 讓你選你何時上課 隨時 隨時看影片 那麼方便 但是呢 後來他又取消了 他會照錄影 他會照錄影 但影片不會放給學生 就只是給學校的記錄 就變成 其實你考試前不能溫習 這些其實都挺貧能的 因為不是每一個學生 家裏都可以做到這麼清淨 可以專心上課 我給學費都是為了 我可以在學校專心上課 剛剛說到 U Live 我都說多次 就是我自己是網絡大學 就不要以我驚言作準 但是呢 我自己也是在COVID之前 就住過Hor 但是 是不是以為住Hor 就是Hor Life 其實是沒有的 大家不要想太多 因為我們其實是沒有Hor 一支Hor 都沒有 沒有人想嗎 其實他以前是有過的 曾經 有時候是有過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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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過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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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過程 但是因為之後 一直有斷妝的問題 又做到可能 未必是每一層都有過過的過的過程 去管理 後來就由學校接管了 就是一個叫HMU的部門 他們的系統就是 每年有一堆學生出來 叫做Hor Assistance 每層派兩個人給你 叫做幫你處理一下事務 他們都叫做會處理一下活動 但是那些活動是什麼呢 那些情人節皮革工作坊 聖誕花圈製作工作坊 打機比賽 就是有點像圍繞而繞 真的想要什麼 對 就像那些工聯會活動 對 你們科制有沒有比賽 就是科與科之間的比賽 沒有的 就算有的 打機比賽是說 你自己搞吧 自己組隊 他們是學校有幫我們批准了 總之就是很多運動 籃球 足球 排球 你們的U-Live真的挺豐富的 然後那個氣氛非常好 因為一到足球比賽 整個校的人都去足球場 我們有自己的草地足球場 就不斷叫 狂叫 就是鬥打氣 之後就 籃球足球 因為我們有室內籃球場 設施都不錯 然後科的文化非常好 就是我住了四年 就是踢足四年 然後每年都是為了那個 我們叫校長盃 就是科制的比賽 就是為科而戰 然後歸屬 好啊 世界盃四年第一次 你踢足四年 我聽了大家很多分享 我常常問 每個台人都會問 是否後悔這件事 就是如果被你選擇多次 你會選擇讀阿蘇唱Yu 還是繼續讀樹人呢 阿恐龍 呃 澄清我是樹大夫子 好 阿恐龍很珍貴 你選擇吧 三選一 我可能 因為 以我當時的選擇 我也是說 我有阿蘇選 可能我現在回看的話 我會選阿蘇也不定 因為我以前 站在DSC 拿著分子那一刻 我可能會覺得 大學學位好像 大家都有 我是不是應該 都要有個大學學位呢 我以前是這樣想的 但是我真的 去到讀書 然後去到出來社會 真的接觸了一些相關工作 我就會覺得其實 都不太看過大學學位 真是沒有人會再問你 你哪間grad 你DSE多分 其實已經不需要再care 這些事情 你真的做到事情 不會有人測試問你 你哪間grad 這樣 你不想跟人家說 你就會說 我也是讀大學 普通大學 就是 社會大學 不知後大家也是 也說社會大學 可以贊的 真的可以贊 其實很老實說 這幾年 樹人真是收多了不同的 各界的資助 所以其實環境上 配套上一定是比以前有所增進 真的變得更好 那是需要時間 所以大家如果真的不幸進去 不要想 我第一次站進去一定是 全部東西都很漂亮 所以你要給點時間 令到它變漂亮 而且我覺得另一個可以讚的地方 就是其實CG 好不好是見仁見智 因為它有很多業界出名的人士 資深人士 例如最生蕉牌的 我們現在是主任李嘉文 就是之前做TVB的主播 然後另一個TVB之前的主播 劉俊朗 還有黃秋平導演 黃秋平導演真棒 是part-time lecture 他們全部都是生蕉牌 但很多都是part-time lecture 他們可能忙就未必可以教 但我覺得有些生蕉牌 除了名氣之外 其實我們有機會上到他的課 都叫做 真的好像佔了光 而且好的地方是 他們很多業界出名的人士 來教的時候 有些其實都真的在雪人畢業 所以他們會很明白 我們這一班學生 是面臨著甚麼問題 而且他們會明白我們真的需要很多機會 去令社會各界看到我們 所以他們都不會輪式去推出工作機會給我們 甚至會說明 如果你需要關注文件的話 可以隨便跟我說 我都真的會寫給你 所以他們都會很用心寫給你 變相這些位置 就好像覺得學校真的有事 其實都很窩心 對 很窩心可以有事幫助我們 可以做的事不多 但都會用盡出來 對 管治雖然我覺得是有很大的問題 是需要執行的 但是這些內部的人情勢 我覺得挺好的 好 多謝你的分享 我們問一問恆生大學的同學 恆大升格大學之後四年 情況是怎樣呢 是否混亂 其實又不會很混亂 我覺得經過四年之後 其實大家都已經改了口 會叫恆大 但有時可能都始終是一間很新的大學 我經常聽你以為是一個樓盤名 所以經常解釋的時候 可能就要說 我讀恆生大學 前身是恆生管理學院 我還要說 前身是 很長辛苦你們了 前身是恆生商學院的人 其實沒有人會有興趣他們的背景 對你的人有興趣 也要解釋一下 否則他們可能真的不知道 尤其是有些HR 他們的年紀比較大是不知道的 我很記得 因為我剛進去的時候 ER1仍然是恆館 那時好像想上課堂 那些同學就突然看到新聞 就說 咦?我們升格做大學了 我們都看新聞才知道 對 很突然 整件事是想不到這麼快 那時就很搞笑 記得那時在上課堂 整班同學就說 嘩!很厲害! 有開香燈慶祝嗎? 沒有 但覺得感覺很奇妙 不用再麻煩跟別人解釋自己在讀什麼 那你讀了之後 你對這間學校有沒有印象有什麼不同? 有沒有改變過改觀? 開始你對他印象不好 然後發生了什麼事 你對他有改觀? 其實我覺得 好像沒有什麼分別 因為那時 其實我都是 我的情況都是拿著十幾分 其實我的選擇都是 如果我想入大學 其實都是如人生 那時我也有比較過 我是想要U-Live 比較過之下 其實恆大的U-Live 是會比較多姿多彩的 可能會有得住戶 或者同學好像會 好像會 優點 優點 比較玩得 我聽說 恆大人很難玩 是不是真的? 難玩到什麼程度? 有什麼例子? 我有聽八卦 其實我覺得 又不是很難玩的 因為我覺得其實 每間U-Live 都一定會有些 好玩得的人 只不過是 我們 我們學校 就是小 那些人 做了些事 大家都知道 可能有些人做了些X事 很快會傳出來 就是連登流傳的一系列 但其實 我自己覺得 都不是那麼大件事 可能本身外界 已經對我們的印象 不是那麼好 你再做這些事情 就會很容易把這件事放大了 其實難玩 我覺得都不是很難玩 最多就是在Hall 那裡 淫亂派對嗎? 真的很乖 這些真的沒有經歷過 其實都是打牌 打牌 養生牌 好了 讓你再選一次吧 你會讀阿蘇搶U 還是繼續讀恆大呢? 我也會繼續讀恆大 因為我覺得 始終 那時候我的中學同學 可能有很多都是 選了讀阿蘇 其實隔了兩年之後 我看到他們大部分人 都升得上八大 我就覺得 其實如果我當初選阿蘇 其實都可以升上八大 但是我覺得 始終會沒有兩年時間 你一升到上去 青春也很寶貴 你一升到上去 可能就是三年 其實你很多事情 都要重新適應 還有你前兩年 你真的要很辛苦 在那裡讀書 讀書 但是可能 我直接選了入恆大 其實我覺得 我這四年的大學生活 都幾多之多彩 很多事情都體驗過 可能入校隊 或者主科 或者去exchange 那些全部都體驗過 同時間 我除了還外 我還有讀書 頒很多委託 所以我覺得 我這四年 是過得很精彩 大家都沒有後悔 那就最好了 我想問問 都尉大學的兩位同學 請你們分享一下 講一下主科 不如剛才他說 100%有科 但我聽說 OU的Local 是沒有科 MU的Local 是沒有科 是嗎 對 我覺得很可憐 對 我們MU有一個 是旺角 好像只是 內地新的 是Local 是沒得住的 我聽到Harry 他剛才說 很羨慕 對 很羨慕 魚人生 樹人 恆生大學 都有主科 但我們就沒有 又說 十幾個遊歷 我們這些是沒有的 很少 就是MU的 MU的 所以大學這件事 如果你讀MU 一定沒有 一定沒有 你做過這件事 所以都覺得很後悔 對嗎 對 很可惜 我都很想有科 因為我覺得 住科應該是一件很好玩的事 自己學會獨立 然後認識很多朋友 沒有辦法 因為香港 始終有一個 地小人多的地方 要棄科都不容易 我們在韓文田 一個寸金尺頭的地方 好 沒得住科 我們說讀書 聽說 OU上課教的東西 很淺 但考試的東西 很深 等到你們失敗 然後可以收多你們一年 retake的錢 是不是真的 是不是二入難出 如果是我來說 我暫時很幸運 不用retake 因為其實 OU來說 他retake一課的費用 可能會比其他學校貴 多少錢 八千多 八千元retake一課 八千元retake一課 整個東西都是三千多 所以 其實我自己都很擔心要retake 但我未試過 但我身邊 可能今年的同學 都很多人有試過要retake 然後 其實 是不是真的上課沒有教過 我會覺得不是 但是 他可能 考試的標準 可能他marking scheme 會有同學 我們期待出入 或者可能 因為OU的人 可能未必會太讀書 所以可能會 比較容易失敗 但我身邊 都很多人要給多一筆錢 那都驗證了 的確他考試的東西 是深一點的 還是堂學生不溫書 純粹是 自己個人問題 還是訓卷的問題 我覺得一半一半 因為不是上課沒有教過 那些是 Nocs裡面會有的 或者是 那些是 Online的ebook 會有提及的東西 但是看看 我們會否認真去溫 我跟Yoyo都很幸運 其實我 三年大學生涯 我已經投入入 都是沒有重複過 我自己都 就算差極 都是合格 就不用重複的 很幸運 因為其實我只有兩個成 是只需要 實地 親不去考試 然後 其實 因為我讀電影 很多都轉成 一些替代論文 或者我讀一些 像 一些選手 那些文科 他們都是 疫情就不用親不考試 就轉成論文 其實是 容易了會合格多些 因為你可以上網 找多些資料 所以 我覺得 就沒有這個情況 就不知道其他 有沒有這些情況 其他科的同學 聽起來 有很多慘的地方 有沒有好的地方 可以讚賞 都會大學 我覺得 其實 跟 恐龍一樣 他們說 那間U 都 資源越來越好 我覺得 如果 我們MU 其實 讀Lersing的同學 的資源 真的越來越好 因為我們 建了一棟新的大樓 都是最近這年才起好 就叫IOH 原先 其實MU真的很小 然後 只有兩個campus 現在就有三個campus 如果 想讀Lersing的同學 真的可以去讀我們MU 因為他們那間IOH 就是全部都是Lersing 人上課 就很大 所以 讀Lersing 就推薦MU 然後其他有特色的科 Animation 有些Creative 那些都建議讀 但是 你說一些中英文的文科 其實我都建議你入本白大 真的不是很出名 又沒有什麼 誰是 就是 明師 就是 每個香港人都認識 明師在那裡 對 對 那你呢 我會覺得可能大家聽到 可能OU會沒有看 就可能如果你對於大學的U-Live 又充滿玩笑 就會卻步 但我想說 我覺得OU的U-Live 除了沒有看之外 其實都比我想像好很多 因為我之前期望 可能他們的O-Camp 會不會跟其他學校有什麼不同 或者 校園的氛圍 會不會有什麼出入 我覺得 如果只是計算U-Live 我覺得 在大學校 在大學學校 玩一些數 玩玩O-Camp 你始終都可以感受到 大家一起玩 O-Camp 即是U-Live 大家很肯定 那種心態 然後我覺得 和大學學校 其中一樣 都不錯的東西 對我來說 其實依然存在 一些很專業的老師 因為我很幸運 這一年都會遇到兩個人 因為他們是很專業 至少他們會令我想上課 很難得 我對著電腦 我會想上課 其實我覺得都不錯的 給你們一個鏡頭感激一下 這兩位老師 多謝你 我想補充一點 剛才Yoyo說 上妝的經驗 其實我也上了兩年 其實玩了很多O-Camp 其實跟不同U的O-Camp 其實都一樣 我會覺得O-U更好 因為其實很多不同 Hideep和Soul的人 升上來 他們那時候 玩Hideep和Soul 他們已經有搞過這些O-Camp O-U的O-Camp 可能他們有經驗 會搞得更好 還有 O-U你沒得住學 其實你有什麼活動呢 大學四件事 你一定是玩上莊的 所以我玩了兩年 其實很豐富 如果你要讀O-U 唯一的活動 就是上莊 所以你兩年都是做祖把 對嗎 也有做過 你有沒有吃祖女 沒有 我不是這些 我不是修復 我都想不同裝 那有沒有做你吃你 沒有 清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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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給你們兩個都會打個頭子 多選一次 你會選阿Soul Tranu 還是繼續讀 我會選阿Soul 老特D讀書 如果有機會選擇 未必 時光機留給你 你如果有時光機 我會選阿Soul 大家去讀書 那你呢 你問我會否後悔 我後悔中學沒有讀好英文就 我後悔中學沒有讀好英文就 我後悔中學沒有 我後悔中學沒有 沒有 沒有 20分都是讀大學的 你閉腳 今天我們都聽了很多不同同學 來自不同U的經驗分享和心聲 如果你們有勇氣的話 請你們脫下頭套和口罩 以真面目示人 我見到男生動手了 喔 你為什麼這麼像成省 你是不是成省 Youtuber 哇 這個真的是模特兒樣 你是不是校草 不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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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謙虛 其實讀什麼大學都不要緊 大學證書都只不過是 入社會的一張入場圈 將來的發展 就要看大家的機遇 和大家的做法 各位嘉賓 有沒有什麼說話想和現在等待放榜的台仔說 我覺得 如果現在等待放榜的同學 應該是還有幾天的時間 如果你覺得很有信心 我也真的祝福你 希望你可以一條龍直上 不需要貧能 不需要經歷這些不開心的 但如果你真的這麼不幸地 覺得自己可能有小駛車鞭的話 都最好趁這幾天的時間 看看阿蘇或者HiDip 有沒有你想讀的課程 準備好文件 看好手續 和課程不要到時先 臨急臨亡去學 都是一切做好 所有最好的準備 都是跟回自己最想讀的 做回自己最想做的選擇 不要後悔 還有我覺得DSE的成績 真的不代表你所有事情 總會有很多不同的途徑 讓大家去讀書 或者去追逐大家的夢想 所以就算你考得不好 千萬不要太不開心 就快點去找回自己 就要走下去 但考得好的 大家就恭喜你了 我就是恭喜你了 我想跟今屆的考生說 你們都要給自己一個聰明 其實你們都已經很不容易了 我們撞訂第五波疫情 可能你們溫習 都會很辛苦 可能會中過Omicron 又要一路準備文憑市 又不知道會不會延期 或者取消 其實那個心理壓力都很大 我都是禍來人 我都明白 然後我覺得你們走到這一步 已經很厲害了 這樣其實都可能已經定了 這樣就不用太過擔心 其實旋到橋頭自然直 無論你入什麼大學 拿什麼成績 其實都不可以定義你之後 人生抹殺你之後的可能性 最重要都是繼續努力 加油 我就覺得 都是今年的疫情 令到所有事情都困難重重 首先希望疫情快點完 然後之後 如果考得不好不要緊 很多過來人都是這樣 其實你用很多年時間 你總會拿到自己想要的大學的書 如果你考得好 就先恭喜你 希望所有人都一剔過 所有人都一剔過 考到心意的大學 加油 好 前幾位都說了一些 鼓勵的話 以及要怎麼準備 那我就說 如果你真的這麼不幸 入了LINK U的話 那都不要緊 記得要把握你的大學生活 你要去 記住去交換 記住去 記住把所有學校給到你的資源 去過一個精彩的大學生活 無論你入什麼U都好 不一定是LINK U 都可以apply到下去 那就用心努力 做自己想做的事 追逐自己的夢想 加油 謝謝你們的分享 我都要祝各位同學 在放榜順利 順利考入你們心儀的大學 如果你對ad u有興趣 我遲些都會拍一條 關於ad usecret的影片 大家記得留意 如果你有任何關於放榜 Jupex等等的問題 都可以留言告訴我們 我們會盡力解答 隆重宣布 接下來Snap Us 和PUBG PC版會 有一系列的合作 只要download Snap Us App 再注冊成為會員 就可以獲得限定版遊戲虛寶 完成更多任務 還有更多獎勵 想知道活動的詳情 就記得密切 留言我們的社交媒體 如果你喜歡這條影片 記得CLSS 我們下條影片再見 拜拜 不遲亦不早 由現在起追上進度 快人一步 個人化學習平台Snap Us 隨時隨地自選教學節目 令學習變得更輕鬆方便 我會360度地 傳授中文捐一的答題技巧 務求幫大家成功報四追五 當你去分辨出 追上堅佔分多 同時容易理解的題目 解釋不同題型上的得分和陷阱位 掌握MC技巧 長短問題題型 讓你可以在短時間內 應付分數比例佔得最多的PayPal1 指定組合承諾期內 只需每月288元 在18個教學節目 隨時看,隨時重溫 包括主科和選修科 掌握保底奪勝精毒攻略 遇上學習難題? 用手機應用程式隨時翻問 導師幫你解答 NOW TV,Snap Us 在起跑線為DSE備戰 同學加油 我們同學見